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际大学出现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们在选大概学生代表还是人大代表 而作为校方来讲 指定了学生说张三 李四 王五 指定学生说他就是代表 而且没有差额的 你选不选都是他了 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背景之下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 邓小平已经说出来一个猫理论 黑毛白毛 让少部分富起来 而邓普方开的康华公司 已经成为了老百姓的一种认为的腐败的标志 一个标杆 而学生 我们知道 从七八年之后 经历过山痕文学的阶段 而八六年 正是前后这些学生 经历过这样的思潮 经历过反思之后 人非常经历过非常开放的和自由的一个环境 到了八六年 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有了独立的思考的这种空间和说话的机会 整个场面非常融洽 就是我石涛可以说出我的道理 您可以说出您的道理 大家有机会交流 包括刘源 包括这些人 都在所在的地区 进行过所谓的这种竞选 投票 选举 有过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谁带来的 都是当时胡耀邦带来的 赵紫阳 我记得很清楚 在八七年被推到总书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 他被记者问到 说你今天成为了总书记 你原来是总理 原来他跟胡耀邦搭当 胡耀邦是总书记 赵紫阳是总理 这么去搭当 那胡耀邦被邓小平拿下来之后 他引发的事情 就是1986年12月4号 中国科技大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事情的前后呢 就是学生不满于那种选举的状况 当不满于那种选举的状况的时候呢 在12月5号 在中国科技大的学生的这个时长里面 出现了大字爆 学生不干了 然后紧接着 学生就聚集在一起 要游行 这个时候 方立之作为副校长曾经到现场 劝阻学生不要去游行 他真正反抗的 学生反抗的是什么呢 独裁 反抗的是腐败 结果学生不听 没有听方立之的劝阻 那就去游行了 后来呢 就被警察拦下来 这就是整个学潮 而在这种学潮 在从中国科技大引发之后 包括北京的北京师大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很多大学生呢 就站出来 要去声援这件事 这就是1986年的学潮 到了87年 那作为胡耀邦 他认为 要对学生这样的诉求呢 有一个答复 要跟学生对话 但是垂帘听证的邓小平不干了 大家知道 我刚才提到 触及到的是他们家的利益 触及到的 直接触及到的人 就是邓普方 他所经营的康华公司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呢 邓小平为了维护 自己家里的利益 为了维护少数家族的利益 就把胡耀邦拿下来 而这样的利益 他维护的利益是什么呢 就是薄熙来说的唱红 我们说的红二代 这就是整个共产党 他打天下的那一拨人的家里的利益 就像我形容的似的 我爹打的江山 我娘打的江山 他奶奶的打的江山 然后江山是我们家的 这就是邓小平 整个包括后来的所谓的八大佬 这些这些概念 而作为胡耀邦来讲呢 他是共青团出身 一直在共青团里跟年轻人打交道 他的思想开明开放 在这个背景之下 被邓小平拿下来 这就是薄潮 而当时的方立之 就被拿下他的官职 而且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是当时邓小平拿出来 把胡耀邦拿下来 而赵紫阳在这个看节上 接了总书记的班 李鹏上来做了总理 赵紫阳在接了总书记的班的时候 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记者这么问他 说你今天成为总书记 你在对比你曾经做过的总理 你有什么感触 赵紫阳当时说的话 八九不离十啊 我认为我这个总书记是很难做的 我不知道会能做成什么样 我觉得比做总理难多了 事实让他验证了 相信他跟胡耀邦搭当的时候 他的所作所为 当他今天知道胡耀邦 是为什么而下去 而他自己来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他知道面临的事实 事实验证了当时的情况 而八九年四月十五号 胡耀邦死 引发了整个学潮 所以他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的学潮就是反对贪腐 反对少数家族 以国家的名义来掌控整个国家的利益 目的是为了自己赚钱 删二十万 保二十年 邓小平做到了 今天再看看 掌控国体的人 全是六四或者说所谓的红色家庭 大的房地产公司 那些大老板 你查查他背景是啥 掌控国家银行的 那些真正的幕后大老板 查查他们家是谁 几乎都是人家的 还是那句话 他爹 他妈 他奶奶的打下的江山 所以这些国营企业就应该是他们家的 而这个基础是谁呢 是邓小平屠杀学生带来的基础 今天我们重复的是当年所重复的故事 所以这就是我提到 在三月十四号时 温家宝把十一届三中全会拿出来 来打掉薄熙来 意义深远 他也明确说 他老哥们要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 用这一年的时间 要有所作为 要对得起中华民族的子孙 这就是前后的故事 这就是我提到的 四十岁往下的朋友 可能你根本就对这段历史不清楚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 包括王硕 包括慕容雪孙 包括这个李连杰 他们所对这个社会的发出的感慨 其实跟当时的情况极其类似 但今天的腐败 那多是爷 那多是奶奶 所以对比当初的 这个邓家 邓朴方来讲 那邓朴方 如果跟他们比 就像炼摊一样 就根本没办法比 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 为什么如果把六四拿出来 把江泽民本身站在六四学生鲜血的基础上 闷声发大财 这样的真相一旦揭示出来 我就提到过 共产党必须解体 没有任何出路 是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过去的时间里 把自己解体掉 不是我们说的 有人说 你唯恐天下不乱 不是我唯恐天下不乱 而是他一直扮演着 共产党和霍利的这些家族 扮演着乱层贼子 霍乱中华的这么一个妖怪 回过头来 咱再提方立之这件事情 BBC的文章这么说的 文章题目讲说 中国著名的民运人士和科学家方立之去世 文章提到说 流氓美国的中国著名的民运人士 天体物理学家方立之 星期五四月六号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徒桑去世 中年76岁 王丹在第一时间通过Facebook发出消息说 我最最敬爱的方立之老师去世了 我现在太悲伤了 容以后再说 他接着提到说 我希望中国人永远铭记 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方立之这样的思想者 他激励了八九一代人 唤醒了人民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 早晚有一天 中国会因为曾经有方立之而骄傲 那文章还提到说 王丹在第一时间跟方立之的夫人李淑贤通过电话 并且将前往徒桑奔丧 而八九六四民运的参与者和六四的见证人吴仁华 在这个吞特上发出自己的感慨说 1986年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的人物 刘宾燕先生 王诺旺先生 以及方立之先生都客死一箱 令人哀痛 所以他这里提到的八九 1986年呢 是指整个文化复苏之后 这些学者文化人自己呢 意识到说经济上已经OK了 就是他走向了经济改革的路途 大家先顺着这个方向再往下走 那当时的经济改革就已经遇到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就是说一党独裁体制限制了老百姓普通人的自由 限制了中国社会本身的自由的空间 所以他必须改变一党专制 这些提倡这样改革的人被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 那吴仁华接着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 方立之教授无疑是对大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 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 被称为青年导师 那这是整个把这文章做了一个描述了 就是把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描述了 紧接着文章里呢 介绍了方立之自己本身的生平 就是他为什么最后得以那么大的出名 影响会这么大 文章讲说 方立之原任中国科技大的副校长 在1986年学潮中支持学生的民主抗议活动 与刘斌燕王正旺成为三大领军人物 而87年 中共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 被邓小平点名并且开除出党 而在89年 也就是六四学潮的时候 那方立之曾经写信给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要求释放民运人士 而89六四之后 与同样支持学生民主要求的妻子 移到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避难 当时美国人收留了他 在大使馆里他大概住了一年多 然后通过渠道 通过中共本身要放松 因为89六四之后呢 全世界制裁中共 全世界制裁中共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一年之后 那中共放行 使得方立之夫妇呢 得以来到美国 那BBC呢 从他自己的角度提到说 在2009年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 方立之曾经接受BBC的采访 当时说 如果当年提出了更多有关人权的口号的话 确实可能会对后来的中国人权 能够现实的更好一些 或者说有更好的帮助 这是在六四事件20年的时候 那方立之对BBC的记者说的 那在去年2011年六四22周年的时候 方立之再次接受BBC的采访 当时他说六四在当局用坦克对付学生之后 就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楚了 共产党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当在谈到中国民主改革的问题时 他自己讲说 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长的情况 不可能永远的持续下去 如果到了一定时候 有了风吹草动的时候 中共的政权就会很危险 文章介绍基本就是这么介绍 所以他提到一个概念 八九六四本身已经导致了共产党本身的统治的合法性 其实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于这 而方立之在这个时候病逝 确实有他很特别的概念 因为他是六四和整个当年学潮的一个领军事人物 这个时候的死 换个角度讲 他的死 他的故去会唤醒很多当时参与了八九六四 在学潮时期能够在其中的人物 那也就如果推算年龄来讲 他会使得现在的五十岁往上的人 四十五岁五十岁往上的人 回忆起当年他们的参与的情景 他们当时思想的情景 他们看到的那个情况的情景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妨能够感触到 可能方立之本身以他死的方式 在唤醒着更多人 能够认清共产党本身统治的这种合法性的失去 而这篇文章的介绍最后立足点 恰恰也在这里 特别提到 共产党不可能把GDP永远维持在两位数字增长 而今年我们刚才介绍的数字非常清楚 所以温家宝自己也意识到 GDP今年只有7.5% 而他现在开刀的地方是金融 而金融要开刀的话 直接触及到中共最高层几个少数家族的利益 而如果开刀 必然就提到政治体制的问题 而政治体制的问题 就像方立之讲 一个政权用军队屠杀学生 它没有任何合法性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